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馬上同大家更新一個疫情最新資訊, 剛剛珠海開新聞發佈會, 那邊表示1月13日,周邊城市發現核酸檢測陽性病例, 珠海方面即時啟動核酸檢測工作,一共採集51萬8362份樣本, 發佈有7宗陽性個案,1個確診6個無症狀, 他們感染的是新型冠狀病毒Omicron, 這7個患者都住在鄉州區南平鎮, 珠海方面已迅速實施防疫措施, 這7名患者已全部轉到定點隔離醫院收治, 現在這7人暫時都在南平中招, 以及全部都是Omicron病毒, 這病毒的感染力很強, 不知到澳門會否受到影響。 現在暫時未找到源頭在哪, 如果一日未找到源頭, 其實疫情一日還未說完, 這波是臨近新年才來爆發, 我估計這新年無論澳門也好, 珠海也好都應該很難過。 而珠海相關單位就說, 第一名確診女患者53歲, 同兒子及媳婦同住, 在容園幼兒園上班主要活動範圍在南平鎮, 出行以公交車為主, 軌跡涉及鄉州第二人民醫院、 中山市坦州鎮等地方。 6名無症狀感染者分別是1名, 9歲4年級女學生住在南平和父母同住, 主要活動軌跡在南平鎮, 第二名是39歲女子, 是南平後康醫療公司工作人員, 都是住在南平鎮, 平日主要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, 往返住家及工作地點, 主要活動範圍都是在南平鎮, 第三度六是一家人, 36歲男戶主任職遊艇司機, 和老婆還有兩個小朋友一齊住, 鄉州區也來到遊艇碼頭工作, 大仔是港生小學4年級學生, 小孩在容園幼兒園上學, 他們表示曾經去過中山坦州鎮探外婆, 否認去過除了家庭、家庭、工作以外場所, 到今日下午已追蹤密接觸者1732人, 次密接觸者2800人。 我估計在這時間點才公佈呢? 主要是因為他們要追蹤密接觸者和次密接觸者, 如果是一早公佈的話, 我相信那些人又會好像之前那樣坦州走出來, 這些次密接觸者、密接觸者就會變成 在珠海走到其他地方, 這樣是相當危險的, 所以我估計為何現在才發佈就是這樣原因。 上邊就是今次疫情資訊, 珠海已經有7個, 澳門這邊會有什麼相應的政策推出來呢? 我估計都是要等一等澳門政府這邊說。 他們都說非必要不要去澳門, 如果去澳門的話就要做好核酸檢測, 根據最新消息就是24小時核酸檢測, 如果它有再變的話, 到時再同大家更新吧。 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吧, 大家有什麼想說的呢? 記得下篇留言咯, 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